来感受下美国士兵和中国解放军的气势差距 简直不要太震撼 作为全球两个最为重要的军事大国之一 两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备受关注 但是两个国家的军事发展理念完全不同 在阅兵方面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对比两国的阅兵是 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士兵气势 中国的阅兵向来规模庞大 士兵们组成的方队整齐划一 每一个步伐都是铿锵有力的 展现出中国军人的坚韧和坚毅等品质 而美国的阅兵士更加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因此他们更加崇尚自由和慵懒 所以两国的阅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两国的阅兵 中国 向第三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vel Putih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看 阔步走来的是燕门关伏击战英雄连 英模部队方队 他们是八路军120师的代表 领队是王秀斌和周锡根少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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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宛若蓝色的海 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水兵方队 是最年轻的寿越方队 平均年龄只有18岁 他们满怀豪情向共和国六十华旦 献上青春的祝福 一带又一带水兵从天安门前走过 英子萨爽步履坑枪 向右看 欧阳言 欧阳言 加油 help help 狂雕为我从天落 神兵天降壮 军威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 手持03式自动步枪威武走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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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 中文字幕威武走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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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威武走来